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发型师大卫 我做过许多艺人的造型 开办了学院 目前拥有自己的发廊 很多人问我 做头发的时候 最不可或缺的工具是什么 在以往的工作经验里面 最让我感觉到困扰的是 当客人提出 他要光滑柔顺 有弹性的发型的时候 我必须用护发油 热工具 来掩盖他头发 受损干燥的事实 今天要介绍的是 Panasonic 急润奈米水离子吹风机 不仅大大提升头发的保湿度 更可以对抗 蓝发容易掉色的问题 中间这个是 独家高渗透奈米水离子技术 跟上一代机种相比 头发保湿度提升1.9倍 有效渗透毛铃片 以及头皮角支撑 旁边这两个出口矿物负离子 它今年调整的出口角度 让效果更集中 提升附着力 帮助对抗蓝发掉色的问题 抗UV降低对头发的伤害 我自己平常使用的模式顺序 分享给大家 首先第一步 调整到头皮模式 吹头发最重要的就是头皮 一定要先将头皮吹干 接下来我会开启 冷热交替模式 在吹整的时候 手可以这样夹住头发 顺顺地往下到发尾 发尾的部分 我们调到最小的风 并将模式调整到 发尾护理模式 整理发尾的时候 可以将头发这样缠绕 吹风机的吹嘴 也这样顺顺地吹 最后可以用凝胶 或者发蜡的定型产品 让绣发线条更为明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